欢迎回来 在我们大选之后 包括国际社会 还有国内最担心的 就是台湾的外交处境了 当然图瓦鲁 是不是又传断交讯息 昨天消息传来之后 现在图瓦鲁的驻台大使 也公开的表达忧心了 他听闻选后 会跟随着诺鲁跟中国建交 但是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外交部一直都是 没有正面的直接否认 但他强调 珍惜彼此坚定的友谊 友谊什么时候会烟消云散 会不会又被挖墙角 真的是没有答案 尤其中国大陆的 对方的对岸的官媒表达 一个最新的消息是 ECFA不排除要终止了 他点名的产业类别是什么呢 机械 汽车 零配件 关税优惠都可能取消 是来自于人民政协报 不能让民党又享受ECFA的红利 然后又违反ECFA 为了打击民进党执政基础 不排除ECFA被终止的可能性 那冲着民进党而来的这些清淡里 包括农浴产品 机械 船产 很多的项目都可能被取消关税 那影响的当然就是一般的老百姓 跟企业主楼 那美国对中国呢 这个关系也是在又要和谈 又要对抗当中 美国媒体报导 这是来自于布林布尔说 中国游客消失 让全球的旅游业损失了1300亿 那当然在中国的网友上面 就会反应很强烈 而且说中国是威胁 现在又难过中国不来花钱的吗 布林布尔的报导主要是聚焦在说 这个最大的消费群体 在国际海外的旅游市场消失 那使得全球旅游业损失了这个金额 概念是说 是不是中国现在经济不好吗 不旅游观光了吗 那西方媒体中国人在哪里 他们在问这个问题 那事实上看看黄仁勋好了 一直被民党把它视为 所谓抗中企业家等等的 可是人家在中国大陆的企业 也是很大的 所以他在中国员工的尾牙里面 穿上了东北大花 脱下皮衣 大跳绣舞 这个插秧舞 秧歌 上台表演给员工看 发红包等等的 当然就是展现他在中国大陆 企业继续经营跟落脚的企图心 还有底下我们看看这个所谓 现在民党把它当成牛鬼蛇神 洪水猛兽 这个科目山的舞 看到英国人 俄罗斯网红 现在看到的是俄罗斯网红 下着雪就穿着东北大花 跳科目山 挺酷的吧 全身的花 这是俄罗斯人跳的 显然也红到海外去 除了有俄罗斯版 再来看看英国版 英国网红 也一样穿着东北大花跳 几乎是一个国际行销的活动 各自串联也是挺厉害的 甚至还有东北大花 席卷英国是到回国的人 就特别带着大花衣服 送给父母 让长辈也穿着这个东北大花的 走在街上 画面是这么差别的很有趣的 看起来我真的觉得有点像我们客家花 但显然这个风格 我们台湾觉得 上次不是连一个地方要办活动 宁夏夜市要办活动 被冥我们的车一出征吗 人家 俄罗斯 英国 大家都在跳科目山 好 中美的军事对峙 现在还是严重的吗 当然这个过去就看过了消息 这次又被法媒报道了 说中国在沙漠中训练打击美国航母 做了1比1的福特号的模型 模拟如何去攻击跟应对它 同时包括了所谓损管兵穿梭迷宫 这个煽动舰在三亚军港的码头 进行实验相关的训练 模拟飞行甲板底下 如果万一受损的话 被攻击的话 随机怎么来应应的处置能力 各种模拟都在保护航空母舰 还有小型055吗 动5这个护航舰 测试是南华早报的报道说 他们054B的新一代护航舰开始试航 为了要让它服役 甚至把它改装 加装 变成一个更多的升级版 这种方式美国也用自己的美军 伯克级飞弹驱逐舰 来想要来互相来对抗 这双方在军力上面 想办法扩充秀肌肉的模式 也已经直接对着 互相的军事设备来应应 亮哥怎么看 像接下来台湾的外交处境 ECFA可能危机警号讯号 已经响起了 这个我觉得取决于赖金德的言行 事实上诺鲁是1月15 1月15 我觉得跟赖金德当选的 当天讲的话也有关 你看美国1月14号就飞到台湾 1月15诺鲁就断交了 土瓦鲁其实传很久了 他也在南太平洋 所以就是联动的 人口都非常少 事实上吴肇燮可能还在担心的是 瓜地马拉 海地这种国家 可是我觉得这个会取决于赖金德的言行 因为对中国的道路来讲 瓜地马拉 海地也不是非拿不可 就是他也许更重是巴拉圭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只是外交战 事实上还有经贸战 还有军事的 各式各样的工具箱都可能搬出来 我觉得赖金德在1月15之后 我觉得他也变成比较低调 他大概也知道问题 比他想象的要严峻 他比陈水扁还要严重 他是完全没有补考期的 因为陈水扁那时候 是第一次战党轮替 阿扁那个时候也还没有讲一中一台 那么一边一国 那赖金德是 再怎么台独的话他都讲过了 对 所以他被人家定性是很明显的 所以他要怎么在520有一个说法 所以你看那个报道格才会说 说需不需要我们帮你游走两岸 这种话都讲出来了 葛来仪也在讲 我们想不通 我们帮你忙 所以如果民进党内部的言论 还是在那边讲一些有的没的 说什么黄仁勋是抗中大将 那我估计民进党就完蛋了 黄仁勋多努力在争取中国的订单 你们不知道吗 没错 因为华为人家也做了那个升腾晶片 GPU图形晶片 它降规太多 中国不买 中国零可去买华为的升腾 它压力很大 他必须要去跟美国商务部磋商 是不是那个规格不要降太多 不然中国订单卖不动 人家有它的难处 你不要只看到人家在零下夜市常常出现 在饶和夜市常常出现 就认为他不要中国订单 你不要那么幼稚 这零下夜市 夜市是很好吃 我如果是黄仁勋我也会常去 而且他每次都吃蚵仔煎 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跟做生意是两回事 对嘛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还是要 其实美国的企业家哪一个不是这样 当然 他面对美国这样他们也是很难为 至于国旅跟出境的旅客 确实中国大陆出境的旅客是大幅减少 这个当然有一些原因 比如说股票大跌 房地产大跌 有一些人会紧张 所以钱就会省着用 国旅基本上已经恢复到疫情前 这个其实也不容易 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现在各个城市 就是在竞争 在竞争提出 到廉价就到处人满为患 比如说哈尔滨现在就非常成功 最近我又看到有一个叫做什么 我姓东 在鼓吹山东 然后又弄一个我姓川 在鼓吹四川 他们也竞争很激烈 看起来是国内旅游为主 国旅竞争非常激烈 海南省是因为 它推出了全中国最大的免税店 最近因为疫情解除了暴增 增加9.2% 增加最多的事实上是海南岛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事实上就是跟全球的消费 在降温有关 人家当然想要省点钱 而且出国也不见得好到哪里 他们储蓄率反而变得很高 会怕 真的会怕 因为欧洲订单也变少等等 所以我觉得 而且他们的社会福利也没有像 有一些国家那么完整 所以他还是想要存点钱 以备不死之虚 大概是这样 保本 所以保守 所以当然国际旅游也会减低 但台湾台海现在可就没有那么放心 台海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我觉得欧美的国家 在这段时间都在操作 跟台湾一样 都在操作抽中反中 那种不友善的氛围一直在 你的不友善的氛围越高的话 大陆的旅客区消费的意愿就越降 包括日本 韩国 台湾 或者是美国 或者是欧洲国家 因为他们的政客 一直在操纵这样的一种氛围 大陆的游客来讲 他何必 被差别待遇等等 他何必去 我去花钱还要看你脸色 回去他们就不愿意 再加上刚好他们在这段时间内 他们各省都按照自己的特色 发展国内旅游 省旅游或是县旅游 区域旅游 他们就满足了 因为本来中国大陆的国土面积 就这么的大 人文的其实特色是蛮强烈的 例如说南方跟北方 东方跟西方 差别那么的强烈 到云南你想想看 他等于是已经跟周边的 这些歹族跟其他的 都已经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不管是地理位置文化风情都很特殊 他们有特色了以后 当然就国旅就来了 国旅一来对他们的国内的 就大陆内部里面的这种消费服务业 那当然就创造了更多的商机 这个对他们来说的话 反正你其他的国家 如果继续对大陆不友善不礼貌 那他们就不出去了 可是大陆相对来讲 反而对于欧美的国家就开了 免签越来越多 然后当免签越来越多以后 你看他们的事实上外国人 到中国大陆的再增加了 而且很快速的增加 那很快速的增加就跟免签有关系 商务活动旅游那么越来越多 那反而是外国的观光客 到中国大陆去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产生一个反转 另外黄仁勋他是当红炸死机 他科技界AI目前来讲他是最红的 NVIDIA股价飘到 对不对 全世界都在盯着黄仁勋看 所以他的一言一行洞见观瞻 那当他到大陆去看他的工厂 到他的员工 然后跟他们一起同乐 一起吃尾牙的时候 他穿的这个东北大褂 东北大花 当然很容易就传播 那哪一个网红不想赶快蹭流量 那一旦很多网红蹭流量 发现有流量 那就当然就一窝蜂的 就进来了 他就会造成风潮 柯木山也是这样来 所以当民进党你越打压的时候 大家就玩得越开心 因为你越打压 你越去炒作他 大家就越关注 这柯木山是什么 例如说从原本 我们根本不知道是柯木山是什么 到最后你说要进柯木山 大家就问说柯木山是什么 然后就去了解 了解以后觉得蛮好玩的 然后就开始玩起来了 那这个时候大家搜索了以后 发现原来台北的年轻人小孩子 很早就在玩柯木山了 好 一传播 就谢谢民进党 帮大陆把柯木山 传到台湾的每一个角落 然后又以民进党的操作 反中的海外的媒体 包括什么德国之声 法国广播等等的 或者是BBC 他们也来报导 说台湾的民进党 认为柯木山就是一个统战什么的 他们一报导 又传播出去了 这厉害 可是跳得好看不好看差很多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就不得不感谢 这是一个文化的 你就不得不感谢民进党 一直在帮大陆做宣传 这个是厉害的文宣 大陆 所以我高度怀疑 民进党内部里面 是不是有大陆的伙伴 都在里面 你警察不是看录剧的吗 不过我觉得还有一点 我讲一点点 我觉得ECFA导师要小心 WTO要小心 为什么 大陆在等待你对等 没有对等回应的话 我觉得会取消 我们的船铲是打机会最重的 我觉得他在等待你耐心的 你民进党给不给对等待遇 好 将军怎么看中美在绣军事肌肉这一块 像法国会一直关心 中国在沙漠里面做航母的训练 其实这个是中美之间 一直长期都在做的 一种互相的 把德热商当假想敌在因应 对 中国大陆在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做了这个轨道 轨道上面就是 它的轨道可以把 这个航空母舰的这个皮 这个一比一的大小 然后在轨道上跑 这个就是说 类似航空母舰 在海上行走是一样 然后这个地对舰的导弹 从上面过来地对上 对着 刚好几乎是垂直 对这个航空母舰这样下去 垂毁这个航空母舰 因为美国有11个航母战斗群 如果任何一个航母战斗群 被击毁 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一个航母战斗群 里面就有4000多个官兵 还有70架的战机在这边 个型的战机 包含它的辅战机种 还有空中预警机 换句话说 这个战略的武器 整个被摧毁 中共在这一方面 他来要做一个实战验证 怎么验证 就在沙漠当中 做一个1比1的等比例 然后要会动 是动态的 然后可不可不可以命中 如果静态 航空母舰它不是静态 在海上它会跑 它现在做动态 如果动态能够击中 那对静态的来讲 根本不是问题 中共在这个方面 已经行之有 做了好几年 而且确实也命中 因为人造危险一照 它那个上面有被 导弹击中的痕迹在上面 换句话说 也就是命中了航空母舰 类似这个状况 当然这个也要看 航空母舰 它这个 我们叫做反弹 它如果是它标准飞弹 标3都可以 或标6飞弹打上去 可不可以把这个导弹拦结束 这是个问题 最后一个 它的进步防御系统 可不可以把这个导弹做摧毁 如果不行的话 那航空母舰就被整个导弹 炸下去了 我们这航空母舰 它的甲板虽然可以起降战机 但最不是它最坚固的地方 因为最坚固的地方 就是在上面 航空母舰重心不稳 所以它在上面只能起降战机 并不是非常厚实的甲板 你说从上面如果导弹 具有穿破力的话 那一下去的话 里面甚至还有弹药库 整个会造成引爆 那我们看 尤其在二四大战 这个日本才跳了战术 跟美国在雷太一海战 还有中途刀海战 双方就这航母的摧毁 航母一摧毁之后 海权空船就会丧失 所以中共在这方面做模拟 另外一个我接续 赖州所讲的就是ECFA ECFA在前年2022年 我们台湾对中国大陆出招 是1565亿 去年降下来 2023降下来 但是降下来也有805亿 但是805亿 去年我们对美国贸易顺差 355亿 我们台湾对东协 这十国家的贸易顺差 也是350亿 两个加起来700亿 所以我们台湾 对中国大陆所赚到的805亿 刚好加起 是超过了美国跟东协 我们所得的贸易顺差 所以我们台湾 对中国大陆上的 贸易的依赖度还是过高 所以像我们接下来看看 中东的火药库 真的是飞弹飞来飞去 这个地方真的很不平静 而对于拜登的选举 影响非常的深远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